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嘉莉姐 你曾經碰過你兒子是怎麼樣追他女朋友 讓你覺得不開心 追女朋友不開心 我不會不開心 我兒子只要追著他喜歡的 我幾乎沒有反對過 你有幫他追過嗎 有 就是現在的媳婦 他跟我講說 他在當病床 回來的時候休息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因為我跟我兒子真是無話不談 然後他就講說 有一個女孩子我還蠻喜歡 但是我每次寫信給他 已經好多次了 都沒有回信 我說真的嗎 我說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給他寫信的內容是什麼 那麼他就大概就跟我講了 想好 我說OK 媽媽幫你寫一封信 我們來打賭 我說他一定會回信 他如果不回的話 如果他不回我就輸你什麼 如果回了你 可是我幫你寫 但你自己要把它抄起來 你不要用我的筆記抄起來 我就說你這樣 真的一個禮拜沒有給我丟臉 真的五天真的回信 寄到高雄你要再寄回來 你是不是 你如果五天不算那個 真的回信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兒子把我當神一樣的開來 這個也很妙 我今天錄完這一整集 我突然覺得說 我還是暫時不要讓我媽跟 比如說我女友見你 因為很多行為 我們譬如說男生 男生在那裡其實 覺得無所謂 我們覺得無所謂 比如說我之前有個女朋友是這樣 我們出去外面吃飯的時候 各位爸爸聽一下 我就加了一個 我就加了一隻蝦子 然後就看著那個女朋友這樣 然後女朋友說幹嘛 我說你是不是應該幫我撥個蝦子 結果女生說不要 你幫我撥啊 我說欸 好啦我就幫他撥 我就從頭到尾幫他撥了 撥了一整桌的蝦子 媽媽會覺得 所以媽媽看到這種行為 會抓狂對不對 覺得自己的兒子 幫他的女朋友撥蝦子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如果是 他幫他女朋友撥 但是沒有幫你撥 沒有幫我撥 那我會 至少你要撥一隻吧 不是只有他有嘴巴 不是只有他愛吃啊 對不對 我一定會先撥一隻給媽媽 對 你先撥給誰 我都無所謂 你但是說媽媽 這個我餵你吃完 其實我就是說 男孩子教育問題 你其實要找 我認為啦 男孩子要交女朋友 如果你認定是他的 你應該做個好的橋樑 讓他跟媽媽找見面 我覺得那個辣豆不以為然的樣子 對啊 我怎麼不以為然的樣子 不以為然的樣子 你怎麼覺得很難的 剥給你吃就對了 剥給我們這些 這個媽媽太太就 OK OK 不要不可能 不是這個意思 對嗎 對嗎 你說嗎 你都剥給他吃 這樣對嗎 你讓神合的 你媽媽養女生的 我好意思 我好肥肥的 我都沒說 他吃橘粒子 難怪吃的肥肥的 我是說跟女朋友那些親密的行為 可能就是在媽面前要狩獵的 會啦 我還蠻像我個人 我蠻欣賞我兒子 要是跟我媳婦很親密的動作的話 我還蠻覺得OK 因為我覺得小兩口 他感情好 對 他們兩個感情好 對嘛 那你如果像他們講的 有媽媽挑剔的那個 真的 那個就不要假的 也甭交了 所以其實應該是對付不同的婆婆 或是不同的 其實都有種不同的方法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比如說禮貌啦 然後這個你不要住半天 人家名字都不知道 對啊 早就要被會叫人 對不對 禮貌很重要 那兒子真的是也要多叫人 所以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戰爭 是永遠不會止息的 不要再把女朋友一直撥瞎啦 那我們就先晚安 好 拜拜 打另外一個是什麼 日文跟西班牙文你也可以 阿部西班牙 是阿部西班牙的 真的很厲害 上車你就會看到這張牌子 上面會有介紹 怎麼樣可以做 不用錢的計程車 我都不說 下週一晚請久點 命人好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